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三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170万 BC省将全民接种第三针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至2021年10月27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新增确诊321例 魁省新增478例 BC省新增457例 加拿大12岁以上符合接种资格的人群中 有88.9%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 83.9%完整接种了两剂 本周二BC省首席公共卫生官宣布 将从明年1月份开始 为12岁以上的省民接种第三针加强针 而对于BC省70岁以上的老人 12岁以上的原住民 独立生活的老人 以及快速接种两剂的医护人员 在今年年底之前 也将可能接种加强针疫苗 5至11岁儿童的疫苗接种计划 正在等待加拿大卫生部的审批 预计很快将开始 父母现在也可以开始为孩子的接种进行登记 截至10月27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 170.5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28,859人 加拿大央行终止QE 宣布将尽早加息 根据CTV报道 加拿大央行本周三做出最新的政策决定 将会终止量化宽松 转向QE再投资 基准利率将维持在0.25%不变 与疫情期间的利率水平相同 尽管加拿大央行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但也发出警告称 通胀率比之前预测的更高 并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 关键利率可能会在2022年中期上升 早于先前的预测 加拿大央行下调了对加拿大经济增长的预期 将2021年加拿大GDP增长率从6%降至5.1% 2022年GDP增长率预测从4.6%降至4.3% 目前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复苏 但失业率仍然高于以前之前的水平 某些行业存在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致使整体劳动力市场依然疲软 加央行认为 通胀超过央行规定上限的时间比预期更长 甚至还有通胀继续上涨的风险 加央行预计在今年剩余时间里 年通胀率将会继续上涨 在第四季度 通胀率可能会达到4.8% 其中约三分之一价格上涨 是由能源价格带动的 在加央行此前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中 加央行每周购入高达50亿加元的政府债券 以保持贷款成本低廉 而现在加央行宣布终止量化宽松 经济分析师认为 这是加央行准备加息的前奏 预计到明年年底将会出现四次加息 以加拿大央行行长迈克莱姆为首的决策者 按时说他们可能最早在4月份准备好加息 市场也迅速做出反应 目前市场已经消化了 明年加息四次的预期 房价高 工资低 温哥华 多伦多房价可负担性 北美最差 据佳媒报道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了一份 北美住房负担能力报告 报告中显示 多伦多是整个北美地区 房价负担能力最差的城市之一 仅次于温哥华和美国的博伊西 北美房价负担能力最差的10座城市 分别是温哥华 博伊西 多伦多 波特兰 汉密尔顿 拉斯维加斯 圣河西 洛杉矶 沃泰华 以及坦帕 在前10的榜单中 美国占据6位 加拿大占据4位 北美房屋负担能力最差的城市 是BC省的温哥华 安省上榜前10的城市有3所 分别是多伦多 汉密尔顿和沃泰华 尽管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房价负担能力都会恶化 但由新经济研究所预测 加拿大的负担能力会更快恶化 研究人员表示 加拿大负担能力差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价与当前工资不匹配 2021年第二季度 加拿大房价比中等收入家庭的接待能力 要高出35% 而且房价与收入之间的差距 在最近几个月加速扩大 房价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的涨幅 多伦多基准房价与国民承受价格之间的差距 在过去10年中在不断拉大 目前已经拉开了将近40万加元的差距 牛津经经纪研究所表示 在过去一年内 多伦多的房屋可负担指数飙升了8个百分点 预计未来一年 多伦多的房价将会继续恶化 到2022年年底 房屋可负担指数再飙升9个百分点 恶化程度已经远超温哥华 多伦多男子投资17套房 疑惑政府为什么不收更多的税 根据CTV报道 一名在多伦多拥有17套房产的男子表示 他和一批同样拥有多套住房的投资者 已经成为了多伦多市场上的最大买家 并指出多伦多的住房负担能力绝对存在着问题 需要政府来解决 这名男子名为雅基 36岁 是一名投资者 也是一名地产经纪 雅基自2010年首次进入房市以来 一直在多伦多购买房屋 并将房屋出租 雅基现在拥有17套房屋 其中16套在多伦多市内 而且大多数都是独立屋 雅基表示 自己在完成学位之后 到纽约的投资银行工作 并存下了8万家元的存款 随后雅基搬回多伦多 他表示 在2010年时 多伦多的公寓与独立屋之间的差距 那时 两居室公寓的售价为38万家元 而一些旧一点的独立屋 只要50万家元 雅基看中的房屋都是年久的 有着大地块的平房 他将房屋买下之后 进行翻新和扩建 并将房屋分成多个单元出租 从买下第一套房屋并出租之后 雅基开始购买更多的房产 他说 他从未向父母寻求过帮助 雅基介绍其中一套房产说 每个月他在这套房产上花费的成本是3000家元 但能够收到7000家元的租金 雅基认为 只有在确信自己已经完全压榨完房产的最大经济价值之后 他才会将房屋转售 雅基透露说 目前他所拥有的房屋 总价值高达2300万家元 他在房产投资活动中赚取了大量的资金 例如说 他之前在北约客室中心购买的一处住宅 以70万家元的价格买下 投入了大约80万家元 最后以260万家元的价格售出 他谈言说 像他这样的投资者 再买一套房子 明显比首次购房者要简单得多 而投资房地产 比简单的储蓄要有更快的资产积累 雅基批评政府 成政府其实可以实施更好的政策 解决住房负担能力 雅基同意对投资者采取新的税收措施 他说 他不明白 为什么像他这样的投资者 没有被征收更多的税 他建议官员们 对每一套额外的住房 征收更高的房产和土地转让税 安省新民主党住房评论员贝尔 同意雅基的观点 贝尔表示 政府有责任管理房市目前的状况 他强烈支持 向那些拥有多住房产的人 加征更多的税 贝尔认为 在一个政府有效管理的情况下 应该是首次购房者买房更容易 而不是让一个已经有17套房的投资者 买房更容易 贝尔认为 政府应该首先为更多的租房者提供房屋 而不是让投资者将他们的利润最大化 多伦多房市需要更明智的解决方案 否则可能会逼迫更多的人 因为无法负担房价而搬离安省 加拿大法院要求警方销毁孟晚舟案重要证据 根据南华早报10月26日报道 加拿大BC省最高法院下令 要求皇家骑警销毁一张手写纸条 该纸条上写着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的手机解锁密码 在孟晚舟引渡案中 这张纸条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证据 有证据表明 加拿大官员在获得这张纸条时 违反了隐私法 BC省最高法院于10月21日发布这一命令 要求销毁这张纸条 删除对孟晚舟电子设备的电子拷贝内容 并将孟晚舟的电子设备还给他的律师 据悉在2018年12月1日 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机场时 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扣留 并扣押了他的电子设备 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和U盘 当时加拿大边境官员在一张纸条上 草草地写下了孟晚舟的手机密码 在引渡程序期间 这一行为被官方描述为是一种例行程序 但随后 边境官员却将字条交给了加拿大皇家旗舰 根据加拿大相关法律规定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不应该将此类信息交给警方 此据违反了隐私法 孟晚舟的律师称 边境官员移交密码的行为 是为了试图协助加拿大皇家旗舰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这是一种蓄意且秘密的行为 BC省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姆斯表示 要求加拿大皇家旗舰 销毁孟晚舟设备编号的所有拷贝 并且不得与其他任何执法机构分享这些编号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